也不知道娱乐圈是怎么了 近几年来 特别流行把年龄相差很大的男女演员 放在一起强行组CT 令观众忍不住直呼 辣眼睛 这种情况大概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大叔配小姑娘 一种是小鲜肉配大妈 更意想不到的是 他俩还有吻戏 虽然是吻的脸颊 但是也感受不到甜蜜 就挺尴尬的 此前 电视剧做自己的光观宣演员阵容 刘涛刘雨宁扮演情侣 在网上引发热议 先说刘涛 还真的不适合与鲜肉恋爱的戏份啊 之前 他因星辰大海装嫩 遭到了群潮 开端播出后 演技又受到了质疑 这些年 他的口碑下降了很多 再说刘雨宁 长歌行后 他渐渐在影视剧打开了市场 这些年他的作品不间断 除了与刘涛合作 还搭档刘诗诗 出演一念观山 坦白说 从颜值上来看 刘雨宁不属于第一眼帅哥 他不经验 但有辨识度 而且一双大长腿 也加分不少 客观地说 秦兰的身材 真是中年女星中比较优越的了 生涂经常因为身材好而出圈 可他的颜值却不那么优秀 尽管精修图看来貌美如花 但生涂的法令文景文很突出 老太近显 在理智派生活中 42岁的秦兰扮演女主 与小19岁的王赫帝谈起了恋爱 表面上看 秦兰保养得不错 但他经不起一看 不能做表情 一做表情 脸就会显得僵硬 同时 景文也会暴露出来 男主王赫帝毕竟年轻 在高清镜头下 他的皮肤也很好 白皙水嫩 果然年轻就是资本啊 剧中 两人的恋爱戏份真是一言难尽 虽然他们都是高颜值 可年龄差和状态悬殊太大 毫无CP感 没想到 过去了这么多年 如今年龄差较大的荧幕CP不减反增 观众看得真的太尴尬了 希望之后资方选角 能考虑观众的感受 不要再让毫无CP感 年龄差很大的演员 强行演情侣了